那你就去宣传部 那儿成长得快 我再给你找个好老师 慕老师 我赶紧跟你说正事 那什么 你找了工作吗 没呢 太好了 我爸 托我一个叔叔 帮我找了一个出版社实习的差事 你赶快兴趣 你爸不是跟你干吗 我不感兴趣啊 你替我去 咱俩整个像名字都不一样 我去不穿妈妈 不会的 我爸可不是让我去当少爷呢 说是历练我 每个人都说去的是他儿子 你就直接去报到 人出版社一看 你看 学历 专业 毕业证全都对得上 不会有人发现的 我们来个黎猫换太子 你肯定不是黎猫啊 我就打个笔笔 你琢磨琢磨 你琢磨什么呀 就这么定了 你这么勤奋好学 扛过实习期 转阵还能解决上海户口问题 傻不傻 反正我呢 本少爷决定 一生狂放不羁爱自由 我可不想一毕业就被做班帅了 你就自当是为了帮我 谢谢你帮我 说谢谢就远了啊 反弹 我给你点龙虾 他有事找您 我知道了 你忙吧 好 谢谢 关注给你好 好 来 请坐 之前有个工作经验吗 算是有吧 我自己写一些连载小说 有表达欲望 有自己的语言 是好事啊 那 那你就去宣传部 那儿成长得快 我再给你找个好老师 穆老师 他可是我们社资历最深的编辑 人特别好 就连我都得管他叫声前辈 不对 你的理解就不对 你好 请问穆老师在吗 里面打电话的就是穆老师 谢谢 你得听穆老师的 这么跟你说的 你自己的书就好比你自己的牌子 那你说 怀胎时月孕育完成 这满月酒是不是太好的办啊 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吧 好 一定把时间腾住了啊 好了 就这样 好 穆老师 我是丁岗军 是新来的实习生 谁介绍人来的 关主编 这个不知道 那个你看哪儿空 你就坐在哪儿 好 小王 那儿在跟你说的 发票的事情 抓你先录视一下 真的录视 把这个地方发得赶紧 先办那个事 注意 让所有的阳照顺